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黑空眼睛的頻道 我是冰戀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玩 Oction Not Including缺氧 那上次我們已經蓋好了太空服動力戰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出門去探險啦 那看看我們可以找到什麼東西吧 呃這邊應該完成 然後這邊我發現啊 他們都是用這個門來控管大家出爐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蓋錯 我是往左沒有錯 再來呢我們上面可以走這邊 也可以走這邊 還有往下走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反正沒有氧氣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上下都走 那 這邊就 開通囉 那現在目前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只能挖下去 這附近應該是 鐵礦 冰礦 火車 再偷啊一點點 要用火車 就往下挖 我想想看有沒有那個 欸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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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沒有用的東西 溫度多幾度 六十度 濾氣 最沒有用的 最沒有用的噴泉 先找到一個最沒有用的噴泉 也可以啦 可以啦可以啦 有沒有其他地方有噴泉啊 其實噴泉只要看優先度 然後 然後看一下這裡可能也有 這裡可能也有 然後這邊的話 欸優先度 因為噴泉會有一個優先度在 所以我們只要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哪邊有可能有噴泉 這個研究我們繼續研究吧 這個研究不能不研究的 然後 然後 對做了吧 電線的東西重要 那我看 這個再做一件好了 可以夠嗎 喔做鐵的 銅都快好了 不要啊 做銅的 這個銅都快好了 為什麼要做鐵的 這個銅都快好了 這已經快好了 做什麼鐵的 然後 誒 這邊我們看一下我們有什麼可以 唉唷又是 呃 鑽地鐵又是 這好可愛的感覺 不過我們來個 來一個新人好了 我覺得我們需要新人了 這個看起來 就讓他叫 月月吧好不好 你不要動 幫你取名字 月月 OK 去吧 這好醜這真的好醜 然後大家都還好嗎 不錯不錯 一路往下挖 看看可以挖到什麼東西 那能收成的東西就全部都收成吧 其實空氣一下就滿了 我們只是要做第二套然後 來幫忙說有兩個人可以出 第二套可以做 找不到第二套可以做 他在 在 在戰手 有一個太高他就飄上去了 這做出來了沒 還沒 然後電力要接一下 空氣要接一下 這樣就好了 輕輕鬆鬆 氧氣部分應該足夠吧 這邊都已經通 都是氧氣 有新的耶 好可愛喔 所以我們上去感覺 上不太去 先往下走好了下面可能有我們要的東西 下面稍微會重要一點 然後我們換個班好了 因為已經有兩個人 所以我們就把 月月 冰冰換下來 換兩個不一樣的班 這樣他們就可以20小時全面無休工作 我就是個惡老闆 對 這樣他們應該就會好一點 其他優先度應該在 這兩個是一起的所以 就是讓他這樣一對可以出去啦 那剩下的 供應什麼 操作什麼的 操作 更優良的 那這個還要供應的話 不要 他都在家裡嘛 然後他也都在家裡 對 這樣吧 這樣 喔生存的要先 生存的 因為生存有藻類 可以進水器空虛濾鏡 這樣 然後 這個 運送吧 放下去也真棒 那我們就用火層岩來蓋 這邊感覺有那個喔 有貓膩 往這邊看一下下 這個是 這個是噴泉而且像是氣體噴泉 或是液體噴泉 如果是液體噴泉這是我們要找的 我們可以補充液體的地方 很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太陽倫蒸氣這個先發展吧 有可能會用到 沒事的這邊就挖開喔 把這個蓋一蓋 把他們蓋一蓋 挖掘1 技能 6 這個是鑽石嗎 不會吧 可以要死 應該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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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就生吧 然後 這個先不用 水的話 水好像都在研究那供應 就拉起來 那冰冰剛來的是 藝術 藝術再往上 升一點 這個月月剛來的先不理他 低溫氣體噴泉 噴出來的是110度的 那這邊就讓你噴吧 磨度應該很高 不過不錯啊 至少我們找到一個液體來源 那這個之後我們再來處理 差點 差點要崩 嚇死 等等 這個氣體噴泉 氣體噴泉 挖這一格 不知道什麼氣體就是了 跟我們只好繞路下來了 我還沒有到那個下面的石油區 超兔噴泉 好像不錯呢 可是溫度不知道多高 哎唷有肺結合 也是麻煩 然後也不知道溫度才60度 60度好像勉強可以接受 不過算了 慢點再說 就往下吧 我們這集就是要外出探險 怎麼可以 減少外出探險的樂趣呢 對 我們先探左邊 右邊慢一點 裝飾的話我們也把家裡裝飾得漂亮一點 讓他們比較開心 裝飾 如果我們吃的話 就是家具 然後 我們把這裡都擺一擺 哇 不能擺 能擺的地方就擺漂亮一點 他們吃飯就會非常開心 暫時沒有第2個 還是我們這邊擺一個 神經 把畫掛一掛吧 哪裡 他怎麼了 他怎麼了 他剛怎麼了 嚇死我了 這幕部很討厭 這個 慘了吧 你不回家嗎 就回家啊 是這裡嗎 那你可以上去了嗎 這裡少一個樓梯 嚇死我了 但把他弄死在外面 很好很好 我們這裡越來越有模有樣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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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冰冰在做畫 可以畫出什麼畫 冰冰可以畫出什麼畫 哇你要畫多久啊 喔你的藝術靈感到底用噴了噴出什麼東西呢 哈雞水果 原來冰冰喜歡吃水果 啊這好像很正常了 冰板就是一個很喜歡吃水果的人啊 這邊結束了 那就是這一格了 那就是這一格了 一二三 過去 好 就跟著這邊一起挖 那我們就有一些藻類可以用 就有餐豬 那我們就有一些藻類可以用 哇 各種作畫 水跟這個水我們到時候可能要合併 再看看要怎麼合併 可能是挖過去然後讓他流過去 然後往右邊走 對 可能是往右邊 因為畢竟這邊比較低 然後我看一下這邊幾個了 挖掘的話 用幾個 二十四對不對 印象中是二十四個 二十四對 所以這邊可以拉出 小型 Над disposition 為什麼 這 количество藻類 excellency 就是一個在這里 我們都先把基地外觀蓋出來 我們都先把地uting外觀蓋出來 那我們都先把基地外觀蓋出來 我們都先把基地外觀蓋出來 都先把基地外觀蓋出來 我們都先把基地外觀蓋出來 這個這個 哪裡 哇沒注意你被困在上面啊 對不起啊 真的是很對不起啊 一直看你們亂尿尿 看看喔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繼續往下挖 我們這邊就挖到底 下面應該都有細菌 對啊 但是不理他 我們就一路挖 一路挖 然後我們找一下火層岩 讓這個就挖開 挖開這樣他就有東西可以蓋 喔斯羅哈奇有了 禮物受不了 有沒有錫礦 那個 呃我印象中有一個 過濾的 精煉吧 這一 個 欸 欸 還沒有做出來嗎 這個 除炭 除炭機會用到水跟 啊好麻煩喔 不然很簡單啦我們暫時 暫時用個除氣槽然後 把二氧化碳存起來吧 封條 要 這一個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下周 明天可能要處理這個二氧化碳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啊探索了 我先按暫停一下 我們今天要探索了外面啊 我們找到了一個 液體噴泉 低溫蒸氣噴泉 那這個之後我們就是我們水的來源了 還有找到一個 這邊 有一個 唉這一個 烏染了 歐兔噴泉 他這裡其實有不少歐兔了 但是他有細菌所以到時候可能要 看到怎麼處理 而且他有60度 然後我們開始往下挖 也挖到了 蠻下面的地方 那家裡的部分我們就把它 再拓寬然後變成一個 最標準的家就是中間 中間是幾格去了 然後 旁邊是24格 中間好像是16格 然後旁邊是24格 這是大部分 大家都會這樣配置 因為 剛好房間是64 然後旁邊是 100 100多去了 旁邊就會是那個 這種東西 96格 對 然後中間如果需要的話再像這樣隔開就好 那我們整體的規劃就差不多 這麼大 主要基地大概會是上面一層 下面到這邊 反正下面最底下是這裡 下面最多是這邊 對 那我們再看要怎麼規劃 然後右邊我都還沒探索 左邊也只探索下面 然後上面是探索到這邊 那我們有空就會開始慢慢探索這樣 那裝飾的部分啊我們也把它 裝飾的比較漂亮一點 其他地方 可能是 有些地方換成農耕磚然後 繼續來工作 因為我發現農耕磚是不會影響房間的那個的 像這裡還是有房間 所以農耕磚是可以的 我上一個版本測試的時候農耕磚不太行 好 那這樣應該是 沒問題了 那麼就感謝大家收看囉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下喜歡還有訂閱以及 開啟小鈴鐺就能獲得我們的影片還有直播通知 另外有什麼話想跟我說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麼我是黑光眼鏡的冰臉我們下次再見囉拜拜